但是今天他来到这个平台 他会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而且呢 等一会儿他会背对着大家来讲述他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之前我和他进行了沟通 其实他能够来这里寻找 他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这个女孩 你好 施龙哥好 欢迎你 来 请坐 好 现在你背重的大家可以把口罩摘掉了 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称呼你 你们可以叫我小周 小周姑娘 是 他曾经是一名重点大学的学生 二十多张证书 记录了他成长路上的荣誉和收获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个女孩对学业 对家人 甚至对整个世界 都产生了 异于常人的认知 电话呢都是假的 到底是怎样的经历 让他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他来寻找的人 又是谁 小周姑娘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从哪来 今天是要来寻找谁 我来自浙江 我今天是来找我的妈妈 其实在我八岁的时候 受妈妈的影响 我信了全能神邪教 我刚刚从泥潭中挣扎出来 但是妈妈因为还是受邪教的控制 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所以我来这里 想要来呼唤她 妈妈赶紧回家吧 我们的家 能在这儿破碎下去 邪教组织全能神 建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它控制信徒 抛弃亲情 祸乱社会 残忍的行径 屡屡在社会 引起强烈关注 2014年 六名全能神邪教暴徒 在山东昭远 一家餐厅 将一名无辜女性 残忍 殴打致死 在人们眼中 这是一个冷漠 残暴 泯灭人性的组织 她破坏了 她破坏了许多幸福的家庭 而小周的家 就是当中的一个 她原本生活在一个三口之家 爸爸经营纺织品工厂 妈妈做化妆品销售 她的家庭 和其他幸福的家庭 别无二致 之前是那种老房子 很老的房子 只有一个卧室吧 然后我小也跟爸妈妈睡一张床 那年春节 爸爸和妈妈带着我 一起去旅游 然后那时候妈妈 给我打扮得特别漂亮 然后给我穿着 小斗篷的裙子 然后还戴个帽子 帽子还有两个小辫子 然后当时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自己美美的 就像小公主一样 而且我能 左手牵着妈妈 右手牵着爸爸 然后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 我能感觉到那个时候 爸爸妈妈的幸福 还有我开心的小铃 你刚才讲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和妈妈 被这个邪教辜惑了 是吗 当时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时候 就是妈妈告诉我 说有权能神 我们都是神造的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或者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向神祷告 在以前的时候 他还是很重视我的学习的 然后但是自从信了 权能神邪教之后 他不再那么关注 我到底好了多少 然后他反而一直都 就在跟我说 讲就是你要怎么好好信神 然后怎么样去 把自己生活中 经历到的事情 去跟神这边去挂钩 他就还是往这方面来引导我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似懂非懂 但是妈妈这样跟我在讲 我觉得妈妈的话都是对的 之前是年纪小 然后我妈只是在家里 她来跟我讲 权能神邪教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后来她说 我现在也大一些了 然后可以去跟其他的一些 权能神教 其他的人一起聚会 然后我第一次去参加了聚会 因为在权能神里 他有一种理论 他就说 你就是从神来的 你的父母 都是神为你挑选好的 所以神借着你的父母 然后把你养大 然后所以你不能 为了父母而不要神 你应该就是要找到 你真正的那个根 然后就说 现在神来找你了 那你就应该为他付出一切 没有办法理解 也不会就是说赞同 就像有一次吧 然后我考了年纪第一 其实前面的时候 学习成绩也都还可以 我就是在聚会的时候 和一些教友 就分享了我这一块 这个经历嘛 结果呢 他们就跟我说 说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能考年纪第一 这一年前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个成绩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那是神在祝福你 你看你之前只是在家里行 但是现在你出来了 跟我们在一起聚会 然后这样的做法 是神特别喜欢的 所以他祝福你考了年纪第一 这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不是你自己的水平 也不是说你努力得来的 而一切都是神赐予你和赋予你的 因为除了教会的人 我妈也一直都在跟我说 你看你成绩好 一切好的东西 她都说 这都是神祝福你的 就因为长期在那样的一种观点的洗脑之下 有一种隐性的自卑 然后我会觉得 如果离开了全能神 我可能一事无成 我可能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就会让我更加的 就是去相信他 去跟随他 我妈妈因为信这个邪教 她常常会 就是三天两头不在家 然后隔三差五 就会跑出去一两个月 甚至半年都没有回家 在家里可能只是待个几天 多一点就一两个星期 然后 这个很奇怪啊 爸爸不问他吗 爸爸问 爸爸问他到底在外面做什么 但是我妈妈 不讲 也不讲 不细节讲 然后妈妈就会跟我说 你看你爸就是不同意我信全能神 如果他要知道你也信全能神了 他肯定会反对你的 所以不要跟你爸说你信全能神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一直都没有跟爸爸讲过 一直都瞒着他 对 你知道他去哪了 去做什么事了吗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邪教组织里面 就是连父母亲人都不能说 他们是在做什么的 所以其实其他的同学都是父母 捧在手心里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 但是我家只有我的爸爸在陪着我 然后爸因为工作的忙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常常会是 一个人在家里 一个人在家要自己写作业 我爸会留些钱嘛 零花钱 然后就自己到楼下去吃饭 连父母那时候也不怎么 一开始不习惯 不习惯 然后 然后其实因为我妈就会跟我说 遇到 遇到问题啦 遇到处责啦 然后都会 都会这样去祷告 妈妈不在家 爸爸工作繁忙 在中学阶段 小周习惯了独立生活 与此同时 全能神邪教 也一直告诉他 要尽早忘却家庭的温暖 拿出更多时间给邪教组织 一边是曾经幸福温暖的家 一边是逐渐深陷其中的邪教组织 他不知道该相信谁 也不知道可以问谁 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和纠结 全能神对于进化论他也是批判的 他说那个进化论都是假的 然后我当时在学习的时候采取的 就是那种 其实是一种分裂 就学的时候不去想全能神的话 然后看全能神书的时候 不去想那些知识 家庭亲情这一块 我在教会的时候 我就一直没有想明白 想不通过是我就给他放在一边 我就不去想 这种煎熬的状态 一直持续着 但小周学习刻苦 2012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 上大学后 他去了另一个城市 这时妈拉已经彻底离开家 全身心为邪教组织服务 按照邪教组织的规定 母女二人没有办法见面 他们只能偶尔通过电话 或者书信联系 在你另一个城市那里 也有他们的这个教会和组织 然后那边的人可以再来找你 让你就是没有 不会去脱离他们的这个控制 一直跟他们接触 就能一直长期保持 他们对你洗脑的状态 在大学期间的话 也是参加那边的聚会 然后参加一些就是教会活动 其实让我的人生发生一个重大转折的事件 是在我大四的那一年 当时的时候 就是全然神邪教组织里的人找到我说 他说 神现在要你出去为神做事情 因为我之前是一边读书 一边就是聚聚会啊 然后做一些就是那种像业余的一样 然后他又说 需要你就是全时间的去为神做事 他们会讲很多 就是别的孩子是怎么退学的 然后到教会 到这些教组织里面去做事情 然后也会给我很多的暗示 你在大学中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的成绩是完全可以保研 我当时是专业第二 因为我学的是食品专业 我对这个专业非常喜欢 我以前一直都是也比较喜欢科研这款 所以我一直都是想着继续深造 其实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是不可能在还有毕业三个月的时候 对啊 来选择退学 这样我的大学四年都排过了 我的学位证毕业证都是拿不到的 你怎么就下定这个决心了 其实当时也很挣扎 然后因为觉得要退学 然后要放弃 然后但是就是这个组织里面的人 会不断地跟我说 一切都是神给你的 你今天能上这个大学 包括你的成绩好能保研 这都是神对你的祝福 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你不要去看中他 你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然后你应该把自己力所难及的奉献出来 奉献给神 从小到大 就是 就像说 培养我上大学 这个过程当中 爸爸付出了很多很多 爸爸在努力地工作 给我创造很多很好的学习环境 就像上出租的时候住宿嘛 然后只要我就是周五放学 他只要有空 一定都会开车来接我 然后就会带我逛超市 然后只要是我喜欢的 他就说买 这个喜欢 咱们就买 那个喜欢咱们就要 然后每一次上学的时候 就是鼓舞囊囊装了一大袋零食 带到学校去 所以我爸他不太会表达 但是他都做 是很挣扎 但是当那种挣扎的时候嘛 然后他们就会反复地跟我说 如果你的亲人是不信神的 你就不能对他有那么多的情感 神借着你的父母 然后把你养大 然后所以你不能为了父母 而不要神 你应该就是要找到 你真正的那个根嘛 然后就说 现在神来找你了 然后那你就应该为他付出一切 后来突然有一次 就是我从教会里收到 我妈的一封信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再就是说这样 然后就是说 能赶紧把学退了 后来的时候我就当了退学 在家里那一块 他们就说 那你肯定 就是不能跟你爸说实话 叫我去骗他们 骗我家里 所以其实退学的事 我都没有跟他讲 他一直以为我是正常毕业的 我主要就是做一些文字方面 写些文章啊 这一块的 那待在什么地儿 你住哪呢 当时你退学了 也没有学校的宿舍可住了 那个时候就是 成人教会里 他们其他的信徒 然后会 或者提供自己的家 或者是就是出去租房子住 在那些家里的时候 他们甚至都是要用遮光布 然后把窗帘拉起来 就很少打开窗帘见阳光 吃喝都是就是看 会有阿姨来给我们烧饭吗 然后就看阿姨买什么 我们都吃什么 这个期间你跟妈妈有碰到吗 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会就是很偶尔的 用电话联系一下 但是等到16年我退学之后 我也到了组织里面 我的手机都已经不用了 我妈都没有办法 再给我打电话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面都没有见到过妈妈 虽然我们都在这个组织里面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妈妈在哪里 后来就是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嘛 我爸就发现找不到我了 外外急疯了 然后就去学校找我 当时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 他也是信全能神邪教的 就赶紧给教会的人 就是讲我爸来找我的这个事情 从小到大 就是 爸爸付出了很多很多 想家 想家 然后想又不敢说 然后也没有人说 然后你只要一说 想家 别的人都是不停地劝你 你的父母 都是神为你挑选好的 你不能为了父母而不要神 他们 就是把亲情贬得一文不值 他就说 人都是自私的 只要他是不信神的人啊 然后 然后你又走了那么多年 然后也没有阴性 然后你爸肯定就过自己的生活了 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也祷告了 但是我还是会想 我不敢深入地去想 我只能就是 让那个念头一闪了 然后我就赶紧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就是用工作去麻痹自己 工作强度很高吗 非常高 我有一次工作了21个小时 21个小时 对 我那天只休息了三个小时 其实那三年对于小赵姑娘来说 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三年 一方面她很想自己的家 很想自己的爸爸 但是一方面被邪教洗脑 她又不敢去想 然后陷入一个巨大的心理和精神的矛盾当中 但是还好 在今年的六月份 在警方的一次行动中 把小周解救了出来 而且呢 后来让他们妇女见了面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当时见面的场景 小周你戴上口罩 再回头来看 總會宣伤 我都不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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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着我当中我们见过无数的团聚 见过无数的相拥而泣 很多的这种团聚我们为之感动 但是这一次的见面这次的团圆 其实让我们更多的感觉是心痛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见面这个团聚 并不发生在警方把小周解救出来之后的几天之内 而是一个多月之后 是因为当时刚刚把小周解救出来的时候 他的思想还是被邪教所禁锢着 其实当时一开始警方就是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受这个邪教组织的一个 长期思想的一个灌输 他都把警成妖魔化 但是后来就是当我自己经常经历的时候 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 警察叔叔阿姨他们非常耐心的 然后在跟我聊 想要走进我的心 警官就是他给我看我爸的视频 就我爸在视频里 就是喊了女儿两个字 就气不成声 后面的话他都说不出 就是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话来了 我第一次看到我爸爸 会成这样 在以前 在印象里从来没见过 爸爸掉眼泪 我记得最深的是 那时候警察叔叔跟我说 说你知道吗 你发到最后 特别的绝望 他都不敢上街去看到那些 戴着眼镜的女学生 背着书包女学生 看到每一个人他都想冲上去看一看 这是不是我的女儿 他就是守着一个 没有期限的等待 这些年爸爸想妈妈吗 想把妈妈找回来吗 爸爸对妈妈还是会有一些不理解 爸爸可能会有点怪妈妈 说把我也带到了这个邪教组织里面 所以今天爸爸没有过来 我觉得爸爸心里是想着妈妈 只是这三年对他的痛苦太大了 你是如何认识全能神邪教的 你觉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什么是邪教 就是他真的特别的邪恶 他让我们所有信教的人 放弃我们的情感 放下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放弃对自己的努力 家庭亲情这一块 这是这是人的本性 这是天性 这不可能割舍放下的 然后全能神圈一直让你去 割舍这种情情 然后去割断这种感情 甚至让你去怀疑你的父母 这个世上最最亲密的 他让我们放下情情 目的是让我们全身心的头颅 为他去做事 供他享受 希望很多就是还没有进入这个邪教组织的人 要擦亮眼睛 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 有那么多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 我们不能去伤害他们 也绝对不能再辜负他们 小周最后的呼唤 其实也是对妈妈的深情的呼唤 对 妈妈 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 你让我信全能神 因为你觉得就是 他是好的 所以你把他给了我 但是 但是我现在才明白 就是 这个就要太邪恶了 你要赶紧从里面出来 我们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就要回来 我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在一起 就像小的时候那样 我可以不用再从照片里去看 我们一家三口牵手的样子 我们一起去做我们想做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去吃好吃的 去看看这个大千的世界 或者说 就是很简单 我们在阳台里 支个藤椅 一起躺着晒太阳 也很好 刚才你讲 爸爸其实也很想念妈妈 但是 由于这三年 或者说这十几年 给爸爸的打击 爸爸今天没有愿意陪你来 对吧 其实你不知道 我们跟爸爸进行了沟通之后 爸爸最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说他的女儿非常的勇敢 他的女儿非常的勇敢 他作为你的爸爸 他要为你勇敢 所以小周的爸爸今天也来了 他要和你一起来寻找妈妈 欢迎小周的爸爸 欢迎小周的爸爸 太可恶了 最可恶了 他最可恶了 最可恶的是你 来小周和爸爸这边请 很勇敢的一对妇女 而且大家看得出来妇女情深 来 爸爸这些年辛苦了 十多年了对不对 对十几年了 一直这样 妻子们的经常不在家 到了一六年 我女儿都找不到的时候 我那个人真的是疼佩 我相信妻子还是没闻遍 所以说我也 现在也是不抱怨妻子 还是叫她先走 先走回家 我女儿需要她 我更需要她 老婆 回家吧 全能神组织通过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只有信全能神啊 才能得救 这样的原理学说 骗人入教 要求加入者 全身性的向神奉献一切 来骗取大量钱财 所以基于啊 这个组织的社会危害性 我们国家 早已将其认定为 邪教组织 以法于取地 其实现在 能够给他们力量的 只有彼此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今天 能给你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加油二位 加油 来 看看爱情训练团 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 来 有请 周大哥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接到了您的报名求助袭击之后 我们即将第一时间 与公安部门合作 为您展开寻找 为了逃避打击 也为了控制信徒 全能神邪教组织捕获成员 离家出走获 要求他们不能使用身份证 银行卡 手机 等一切可能发现踪迹的物品 组织内部 也只使用化名 不使用真名 成员之间 不容易去打听对方任何情况 联系通过 鸡毛信 联络点 人工谈递等等 这 大大增加了 破案寻人的难度 在找到小周以后 我们又继续挖掘线索 分析出了小周母亲 可能去往的地方 并在这些地方 进行了大范围的寻找 警方和媒体的联手协作 希望尽早帮您找到您的妻子 好 现在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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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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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钟 别伤心 有多么的小妈妈 有多么的小一家人能够快快乐地在一起生活 我想在这里告诉你 虽然妈妈今天没有来到这里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她的一些线索 也将继续开展工作 我们一直在你们身边 你们没有放弃 我们绝不会放弃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小组姑娘 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也理解 不要灰心 更不要放弃 目前我们能想您各种办法 积极通过中国反邪教宝 助理寻亲这个系统 广泛发动群众 积极提供更多的线索 争取 尽早找到你妈 是你们家人团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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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 我刚才听你说了 你有一个梦想是做食品检验师 对不对 是 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梦想 邪教的确它破坏了我们正常的道德人论 它藐视了我们的法律和制度 但是能和它们对抗的 只有现实生活当中正常的人性 幸福和精彩 全靠你自己了 是 好不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们的邪教的这个魔法力突生出来 而且它回复了家庭 回复了社会 也能够对我们早日入境 全名神邪教的真实面目 让我们一起先审 抵制邪教 向邪教宣布 加油喜事就喝金石原 欢迎大家收看 由金石原酒夜独家冠名播出的 公益寻人节目 等着我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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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你们来北京干的吗 我学习二姐的 二姐叫什么名字 王亚宁 见过她吗 没有 那你想一下她后面是什么样子呀 很高很瘦很漂亮 你漂亮还是二姐漂亮 二姐 你见到她 想跟她说什么呀 全家人的小姐姐来 都不同一年 她叫王锤 来自重庆 今年十一岁 今天 她和她的爸爸妈妈 姐姐 来到北京 寻找一个重要的人 有请 大家好 斯东老师 你好这位大姐 你好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好 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叫陈琼 今年三十五岁 我来自重庆 我是三个女儿的妈妈 我今天到这里来 寻找我的二女儿 王亚宁 我女儿丢了十一年多了 因为曾经 我放弃过我自己 我也放弃过我家人 我想告诉我的女儿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吧 我和小孩爸爸 那个时候是 01年 我们是经营介绍认识的 因为那时经营比较早 我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我只想找一个对我好的人 嗯 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家庭 过自己简简单单 平均凡凡的日子 随后老大 王雪宁出生了 在04年那一年 王要宁出生了 二女儿 老二 挺古灵精怪的 我记得那一天 我跟表姐出去 就去做了一次头发 把这个头发给拉直了 因为我平时 是个农村的女孩子 我们都不会去打扮我们自己 但是我没想到拉完回来 然后老二就从房间里面 就蹦出来了 他说爸爸你快来看了 我妈妈像电影明星一样 那么漂亮 我记得我的表情 好像我脸刷了一下 我是红了的 我真想找个地方给钻进去 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 他会这样子去夸我 马上就伸着这个大拇指 老二这样夸我 老二就在屁股后面夸 在07年那一年我怀有老三 老二那时候挺活泼可爱的 挺爱唱歌跳舞的 所以那时候就跟小孩爸爸商量着 给他买了音响 在我们家里面放音响的时候 他就会吸引来 好多好多邻居家的小孩 到我们家里来 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老三的话就会在肚子里面 也就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我就老回想想 老三出生以后 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高 一个比一个高 也想着三个女儿长大以后 穿婚纱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妈妈 08年 老三出生了 小孩爸爸就给老三取名王蕊 他说草子下面是三颗星 三颗星代表我们三个女儿 他三个女儿是他的三朵金花 我对未来的生活也是越来越有看头 随着老三的出生 家里面的开销越来越大了 后面我们就一起打工 让婆婆帮我照看小孩 老二也特皮 但是天天他也是挺关心我的 我每天出去上班的时候 他就会从屁股后面跟出来 他说妈妈我送你吧 在08年8月15这一天 也像往常一样的 老二也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了 他说妈妈我想喝喝牛奶 你下班 回来给我买牛奶喝好不好 我说好 你快回去 妈妈下班回来给你买 他就给我做了拜拜了 我看着他回去的 我集中冲着赶到厂里面去 差不多就接近五分钟左右 这次姑姑走过来 拿着电话跟我说 他小孩爸爸打电话给他 说王晓宁不见了 我第一反应我不相信 我刚刚给我做了拜拜 送我上班 怎么可能会不见了呢 我是不是跑到邻居家去玩去了 小孩爸爸说 找了两遍了 这时 我急了 我扔了电话我就往家跑 但是我们边走边喊 边走边喊 一直找一直找 我们找到天安 我们也没找到他 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喊哑了 也没把我的女儿喊回来 这样的日子 我们一直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我们天天都出去找 当时报警了吗 是的 也没找到 我找得绝望了 我感觉我的天都塌了 那个时候 每天都属于想老二 当时 心很疼 我就感觉像别人拿刀子 天天都在往我的心一样 我感觉我 我就 像水淋淋的 身上哪儿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是疼的 我不想让别人碰我 那个时候 我一样是我弹下去了 我把我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我就 每天每天都把我自己给关在家里面 我不想听到有任何的声音 我也不想跟外面的人接触 因为那时候老二丢了 我就看谁谁都像外人 我每天就是 唇一这种 脸不洗牙不刷 就是每天